航空公司櫃台前大排長龍 旅客拖著行李等待辦理換票 他也沒通知我 但昨天看新聞才知道 因為我目的地是上海 那我本來禮拜六就要回去 颱風已經取消一次 今天來又取消 所以我今天再看說 是不是能夠改直行 七點的班機 但是我有接到他的通知Email 說延到九點三十五分 可是所以我就來 他後來剛剛櫃台跟我說 我應該七點 按照七點的時間之前就要到 我說問你我接到你的通知 說delay啊 那我那麼早來幹嘛 所以我才在這邊排隊 民眾臉上滿是無奈的表情 不少人直接席地而坐 甚至有人是前一天 就睡在機場等待後衛 就是受到香港反送中行動影響 香港國際機場遭塞報 十二號下午三點半後的班機 全數取消 十三號上午八點才再度開放 而兩天下來一共影響了 一萬五千多人 今天我們統計到目前為止 一共有35個航班會取消 那這35個航班裡面 除了四班貨機之外 入境取消的客機有15班 出境取消的客機有16班 我們預估總共受影響的人數 大約是6200個人左右 截至13日上午9點桃園機場有出境取消的航班 包括長榮航空桃園飛往香港一共三班取消 華航台北飛香港一班取消 國泰航空最多台北飛香港等9架班機取消 港龍航空台北飛香港一架取消 以及香港航空等 不少航空公司也緊急應變改派大機型的班機 來增加作為數 來消化遲職的旅客 預計大約13日中午過後 班機就會陸續恢復正常 混血的陳明彥宏徐李佳化桃園報導 Dog 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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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